兩名偉安特勤從十五樓頂樓 利用神手宛如蜘蛛人高空垂降 鎖定目標特勤伸手腳踐 瞬間跳進圍欄指導詐騙集團據點 警戒者支援刑警 從十樓破門前後夾擊 嫌犯來不及反應全都愣住 連衣服都來不及穿嫌犯 通通被警方壓制在地 一個都別想逃 原來詐騙集團在交友軟體上 冒用帥哥照片 提出以結婚為前提交往 讓中國籍被害者暈傳後 再以投資股票賺結婚基金 為理由來吸睛 在攻堅後屏東東港警方還出動電子偵測犬 上前搜查證物 從房間床邊到外面櫃子 聞上聞下 最後找到筆電 他叫WAFER 是台灣第一支電子產品偵測犬 任何的電子產品都逃不過他的狗鼻子 現場也順利查扣手機筆電 嫌犯甚至還把不法索德 拿去買雙B車逮捕 這次警方一共逮捕十一人 不法索德還在清算當中 華氏新聞專門看聲音章有一話評論報導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氏新聞的YouTube頻道